中国为何被称为神州 在遥远神秘的东方 中国这个地方是传说中神的故乡 所以有着神州的称号 这个神的子民自古以来认为 他是居世界中心的国度 所以称为中国 他悠久的历史使他所孕育出来的文化 幽远而绵长 博大而精深 而中国人敬天祭祖的传统特性 甚至把自己的祖宗当成神明供奉 更是有别于世界其他各个民族 一般百姓口中的老天爷保佑 老祖宗保佑 一直深植贯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到底什么是中国人心中的天的概念 又为何我们相信祖先能像神明一样 有无边法力 庇佑子孙呢 什么是半神文化呢 神传文化 为什么中国人敬天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 从最古老的传说 盘古开天辟地之后 出现的是女娲 福西 神农 三个神皇 漫长的岁月中 现代史学家一直把这段岁月 以神话对待 这段传说中的岁月 出现的主要人物 都是一些像神指般 具有无边法力的人物 首先特别必须提的就是女娲皇 她是十足母神 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 她用天上的黄土 仿造神的模样 创造了我们 同时又为繁荣人类的社会 化育了生灵万物 而仿神的人类 是不能与万物禽兽等同的 所以她特别为人类建立婚姻制度 使人有别于禽兽乱交 于是又有神媒的称号 这样让人类得以在地球上 开始繁衍生息 另一神皇伏羲氏 也是法力通天 她为人设立官员 管理人民 教人网渝 续养家畜 她下世最重要的工作是 制八卦 所谓的寿龙图 画八卦 就是著名的河图 也称之 伏羲八卦 鲜天八卦 最原始版的易经 这个河图给人留下 遵循上天旨意的方法 所以中国人常讲天象变化 天命难为 对天有无限的尊崇 天地变化之理 就是所谓的道 而后周文王依据河图 推演周易 易经有原始图像 变成文字挂像 这就是所谓的周易 后天八卦 到了孔子时代 人离道更远了 才开始以文字 注解易经 就是易经细词传 显然 越依赖文字语言 越难理解这个 代表天地人的 宇宙变化的道学 而在中国 天象天命 历朝历代都被天子 帝王遵循着 用来警惕自己的施政 即使是在科学发达的今天 科学家也十分好奇 为什么几个简单的挂像 能有解释不了的预测能力 这是一部上天给人 传达讯息的经典 显然不是人类智慧能创造的 他似乎默默地提醒着人们 别忘记自己的渺小 第三个神皇是神农 神农皇教人们制造农具 开垦荒地 种植五谷 而他具有出神入化的技术 所以被称为神农 史记中还有所谓 神农长白草 时有医药的记载 神农是到这世间 为中国人建立起了 相当完整的医药基础 在我国长期以来 本草就等于中药的代名词 而后世几千年来 中药的发展 都是建立在神农本草的基础上 即使到今天为止 它仍然是中国医药学 最崇高 最具权威的著作 从这个角度 我们也不难看出 神在中国一直留下遗迹 假如本草只是代表远古 众多先民的经验累积的话 那么历史中 我国的中药 很可能只有像 美洲印第安人的草药 治病水平 而不是在远古 就能具备这样 结构完整的理论 于药性分析记载 中药的药理里 也深深蕴含着道 蕴含着天地人 五行互动的理 这似乎也是不信神的人 永远弄不明白的谜 从这段中国史上记载的 三皇所经历的漫长的岁月来看 在中国显然经过一段 人与神共处的岁月 神曾经直接传授文化给人类 神传的文化经过时间淬炼 而能历久而迷奸 所以中国人对天 有无限的敬从 敬天不只是代表 中国文化是个信神文化 更是一个神传文化的表征 与内涵同在的体现 半神文化的起源 为什么中国人记祖 一直到距今约五千年前 神州舞台出现人类历史重要的一幕 皇帝时代的降临 皇帝为中华民族 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受到无比的尊敬 其实中国人敬天法祖的特性 甚至把祖先当成神明祭祀 与皇帝被认为 中华民族共同祖先 有着密切关系 此外 也与上古神传时代的人神共处有关 皇帝之后 有绝天地通的传说 于是人神分割 中华民族就在神传的文化基础上 从皇帝时代开启了以人为中心 一幕幕璀璨的半神文化序幕 由于吃忧的暴虐百姓 拙鹿之战后 皇帝被诸侯尊称为天子 天子的意义就是上天的爱子 赴天命 行天道 于人事 所以实际上 皇帝成为中国历史 首位以武力 以兵争天下的形式 臣服诸侯 统一了华夏族的帝王 英明的皇帝 接着有历百官 致典章 举贤能 丰善祭天 大致天下 命臣民建巫士 众五谷 坐衣裳 造舟车 甚至文字 医学 立法 算术 乐器 陶器 残桑等各种发明 相继出现 中国的文明 惦记于皇帝时代 史记上说 皇帝在位的一百年中 中国没有仇杀欧斗 人们谦让和睦 风调雨顺 年年丰收 甚至虎豹不伤人 鸟兽虫鹅 都受他的教化影响 是个道行天下 人间天堂的盛世典范 因此后世尊称 轩辕皇帝 为人文出祖 这位中国历史上的 首位天子 司马迁在史记上说 皇帝获宝鼎与神策 至世 顺天地之计 幽冥之战 死生之说 存亡之难 形容皇帝 懂得顺天而至 知阴阳生死变化之理 行道天下 是个修炼得道之人 古史中 很多皇帝求道问道的记载 他得法悟道后 治理国事同时 炼丹求顶 静心修炼 纪元前 2598年 皇帝在乔山山下 铸造了一个大顶 当铸成那瞬间 天忽然开了 降下以黄龙迎接他 皇帝与随身的功臣 七十多人 一起跨上黄龙 白日升天 圆满功臣 福分不足的群臣 来得太迟 只能抓住龙须 结果龙须脱落 他们也掉下来了 这时候 万民百姓 亲眼仰望 这神圣壮观的一幕 这些没根上的 臣子与百姓 感恩怀念之余 把皇帝 遗留下来的衣服 埋葬在 乔山山下 就是今天 陕西黄陵县的 皇帝衣冠种 这就是为什么 皇帝成为 中华民族 共同祖先的典故 也是为什么 中国人对 生命圆满的结束 就是归天成神的缘由 所以中国人 对过世的祖先 也认为是另种形式的归天成神 祖先在天之灵 能庇佑看护子孙 所以家家户户 供奉自己的祖先 同姓亲族 甚至建造祠堂 共同祭祀 年节祭祀祖先 敬天祭祖 就这样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 半神文化造乾坤 人本文化的真正含义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 我们都知道 中国从皇帝开始有了文字 也开始了 以人为本的文化发展 人类确实从此以后 一步步迈向文明 不断地创造 不停地丰富着人类的文化 但是文字的出现 其实也将人类带进一个 更复杂 更难生存的世界 也代表着人类的原始天性 同时渐渐被复杂的人性取代了 皇帝承接着神传文化 与人本文化的交接 皇帝不再像神话时代的三皇般 以神旨的形式降世 而是以智世的帝王兼得道的修炼人 出现于世 人类可以通过修炼 再回归于天 天代表神的世界 人是神造的 来自于天 回归于天 天人合一的观念 自古以来就根深蒂固地 生殖在中国人内心中 而人与神之间 连通的唯一管道就是修炼 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 之所以珍贵 在于人拥有这个先天的神性 而修炼彰显的 正是人类的这部分特性 所以历史上很多修炼人 都有很多神奇心灵力量 特异功能 超然豁达的生命观 像江子牙 诸葛亮 刘伯温 是著名辅佐 真命天子的军师道士 像一尾过江的达摩祖师 峨眉山斑木头的几宫和尚 创太极拳的张三丰 民间中 除妖降魔的吕洞宾 等八仙传奇 许多知名历史人物 像苏世 王维 李白 陶渊明 孟浩然 白居易等等 都是修炼人 不只是辱世道三家 构成的中国主流思想里 充满着修身 修行 修炼的概念 先秦以前 各行各业 诸子百家都称道 人本文化的深层含义就是 只有人赴天命于人世 能通过修炼 返出自己的这个神性 佛性 或称先天本性 其他物种 就没有这个殊胜的特性 这是生而为人的尊贵 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看整个中国的历史 如果文化是神传的 人是神造的 神造人的目的 似乎是让人能基于神性 让人来创造人类这层的文化 丰富人类这层次的生命 同时再返回自己先天的本性 中国叫做神舟 这是中国人的骄傲